虽然是不会浪漫 又穿衣服也不好看 这我老公没什么品味的 老夫老妻眉火花 云永已这样治完时张之灵 那我有一个问题 那女生宁愿 你接电话的时候很粗衍 还是直接的按不接呢 不接 不接 一个不接就变成十个了一接了 对呀 然后就变成大事情了 没错 老夫老心相处久了 就对她们稍微有点不耐烦 然后你自己会就变成像看两眼 不过云永已这样轻松化解 每天晚上我们就说爱你 我跟我老公每天都会通电话 不止一个 有时候可能通几个 热恋的时候吧 不不我们到现在也是这样 真的吗 但是有一段时间呢 我老公中间就感觉是那种 好吧 好 再 再 我都忍不住 我说你是不是不方便呢 然后没有啊 我说我想跟你说 如果你觉得这个是一个压力了 我们就不要通电话 直到你想通电话我们才通电话 我老婆说没有没有没有 我只是那个时候实在在忙 我说你可以跟我说我在忙 那你不要这样 所以有时候我老公我只答应 老公在忙我就挂了 我也会在忙 他就挂了 我觉得那个也是大家要互相了解 要是遇到不爱耍浪漫的老公 老婆心态真的要很正面 灵哥给了你什么惊喜生日的惊喜 我老公出现就是一个惊喜 哎呦 他有没有专门设计 当然没有 我老公 我老公 是灵哥一点惊 一点浪漫都没有的 他如果有一天给你做一件事情 哇 那就是大事情了 我都是16年的那个 结婚纪念日 他突然送我花 你知道吗 哇塞 你知道我很害怕 我说你不是做了什么事的 对你看 是因为是16年 他就想说我一溜爱着你 哎呦 这笔歌的时间 这个很有啊 他不会说给你很大的惊喜 但是他会写这些东西 你就很开心 所以那个花我已经忘记 我那个卡我就淋着 老实说我真的忘了 哈哈 虽然是不会浪漫 呃又穿衣服又不好看 就我老公没什么品味的啊 还是有品味的吧 气质在那里的 但是你就觉得 啊这个人就是不复杂 他很简单的心就是为了这个家庭 为了这个人 我就觉得已经够了 我现在跟我老公分开去 他去工作我去工作 我们一定要亲嘴的 我听他亲我的 我到现在也是 要有仪式感 对 就不管他愿不愿意 我也要这样做 我又学会了一招 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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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